大家好,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战舰 副本咱们明天接着看 今天呢,星星为大家带来一部来自波兰的大脑洞科幻片《铁木信使》 故事起始于一次科学实验 博士研究出一项冬眠技术并在星星身上初步实验成功 为了将这项技术推广到人类世界 博士招募来志愿者马克和艾伯特参加冬眠实验 马克是一个家有妻小的人 他的这一选择让妻女充满了怨恨 发布会结束后,两人便按照计划进入冬眠 这项计划预计将持续三年 不久之后,马克和艾伯特被唤醒 他们被送到一间白方子中 一群女服务员负责接待了他们 两人发现这里的食物非常高级 根本不像他们那个时代的食物 冬眠醒来的两人十分想念烟草的滋味 吃完饭便抽上了 这时却有一群女兵冲进来用灭火器 喷了两人一身的泡沫 纳闷的两人向研究员拉米亚 询问这些奇怪的事情 拉米亚的答案让两人大感震惊 原来两人已经沉睡了53年 在他们冬眠之后 世界发生了第三次世界大战 男人已经完全灭绝 现在他们成了世界上仅存的两名男性 而女人们则依靠单性繁殖技术来繁衍后大 艾伯特听到这个消息后十分伤心 以前的亲人朋友都不在了 只剩下他一个人 风流的马克却十分享受这个世界 毕竟他们是世界上仅存的男人 等到拉米亚再次过来查房时 马克开始逗弄拉米亚 还趁他不注意偷吻了他 拉米亚对这个吃自己豆腐的男人没有客气 轻松一招便摔倒了马克 但是这一吻却唤醒了拉米亚的本能 让拉米亚开始变得有些欲罢不能 几天之后 女王接见了两人 从女王口中 两人得知了男性灭绝的原因 原来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中 博士研发了一种专门让男性基因瘫痪的生化武器 但是这种武器发生误差 一不小心把男性基因直接给整灭绝了 马克听到这里随即抖了一个机灵 他表示两人身为地球最后的男人 很乐意承担起生殖繁衍的重任 让世界重新充满男人 女王却一脸敌意地拒绝了两人 原来现在的这个世界早已换了天地 男性被认为是一种邪恶的存在 马克艾布特再次被打入冷宫 另一边拉米亚对马克的思念越来越强烈 他对男人产生了一种遏制不住的好奇心 于是拉米亚带着围禁的果浆 来到长寿老奶奶的住所 询问他男人是一种怎样的存在 老奶奶告诉拉米亚 在古老的年代 男人是女性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拥有男人的世界才是一个更正常的世界 但是女王陛下却决定给两人做变性手术 将这两个仅存的男人也变成女性 一群女官员们对马克艾布特展开了审判 把男人说的一无是处 艾布特忍无可忍地站出来为男性发声 像哥伯尼爱因斯坦这样伟大科学家 不也是男人吗 没想到女官员们却说 哥伯尼爱因斯坦都是女人 最后两人被判有罪 再次被关进监狱 胆大的马克行生一计 他一言不合抢吻了一个女看守 看守直接被亲晕过去 马克见这招奏效 又如发薄至亲晕了另外的女看守 之后两人逃到了一个广场 那里一伙人正开着违法的狂欢派对 很快女卫兵们便赶了过来 一伙人混站在一块 马克艾布特趁乱逃了出去 在电梯里他们遇到了拉米亚 拉米亚让两人通过前望镜看到了外面的世界 原来外面的世界仍然处于核辐射之中 现在这个基地其实位于地底深处 尽管如此 两人却坚持要去到地面 他们宁愿死在外头 也不愿活在这个女人世界 拉米亚剑劝说无效 便叫来卫兵逮捕了两人 而等待着他们的将是一场变性手术 马克惊讶地发现 给他做手术的人居然是自己女儿 原来当年马克舍弃两母子参加冬眠计划 让女儿感觉深受伤害 所以他对马克充满了憎恨 马克对女儿大打亲情牌 却依然不管用 眼看两人就要面临被阉割的命运 拉米亚却不忍心看到最后两个男人就这样被消灭 他关掉电闸 趁乱放走了两人 之后拉米亚便和两人一起逃离 三人从女卫兵那里抢来防护服 一起来到了地面上 在那里 他们发现之前在前望镜中看到的景象 居然是一块木布 马克割开木布 发现有光透了进来 原来所谓的核辐射根本就是一场骗局 地球早已恢复了正常的生态 鸟儿再次在天空中自由的翱翔 三人脱下防护服继续向前方进发 没走多远 他们就发现了一处大庭院 庭院中似乎有人常住 房间里还有新鲜的食物 三人正在享受美食之时 另一名女卫兵也赶了过来 但是由于缺氧 女兵很快晕厥了过去 爱不得见此情景赶紧记出大招 人工呼吸 没多久女兵就醒了过来 但是由于被洗脑太深 女兵不敢相信眼前的真实 她打算回到基地 两人扭打之时 按开了电视遥控 他们发现基地之中 官员们居然找了两个女人 假扮成变性的马克和爱不特 最后女兵留了下来 而马克和拉米亚 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 过了没多久 马克和爱不特发现 女王居然出现在房间中 一番扭打后 两人惊讶地发现 这位女王陛下 居然是一位女装大佬 最后 两人从女王口中 得知了真相 原来战争之后 幸存的男人 都被做了变性手术 母亲为了保护他 将他男扮女装 之后 他就成了一位社会活动家 最后还被选为女王 这间房子 就是母亲留下来给他的 马克和爱不特 跟女王之间 做了一个交易 他们同意不举报女王 作为回报 女王将这间房子 给他们使用 影片最后 马克和爱不特 仍然觉得不满意 他们偷偷溜进 单性繁殖的实验室 将一种神奇的药剂 倒进实验瓶中 最后 成功受孕出了男宝宝 世界又重新恢复了正常 好啦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要是喜欢星星的解说 别忘了给星星 点赞关注评论哦 欢迎收看订阅 给